Hey Guys,我是小子 眾所皆知VR卻是一款免費的社交平台 為什麼它有效能無底洞的稱號呢? 同時為什麼VR卻對於CPU如此吃重? 今天我就要來解答這個問題 並且我們這次準備了7950X3D與9950X3D 來作為測試的兩顆CPU 這兩顆CPU在VR卻的差異會有多大 但今天在分享之前我想先請一位朋友先進來 Richard aka VR PC硬體玩家 有著8台VR頭顯的男人 台灣第一批拿到5090的瘋子 對於科技類產品有相當自身的經歷 在評測開始之前我也要小小宣布一下 未來有這類比較深度的VR與科技評測 我都會跟他合作 而這次也是他提出的企劃 對我來說也是相當有趣的評測 接下來我們先來介紹 這次要使用的配備 以及遊戲以及VRC的地圖 設備的部分 CPU當然是我們這次影片的主角 7950X3D與9950X3D 同時這兩顆CPU都開啟了PBO 主板使用的ROG X870 eHERO 而顯卡的部分當然是熱騰騰的ROG 5090 同時他也有進行超頻過 接下來RAM的部分 是四條支起的DDR5 6000 CL36 16G SD是使用WD的SN850 XETB 水冷的部分是使用ROG的龍神三代360 最後搭配的電功是ROG的1200W電功 而VR環境我們使用的Virtual Desktop 作為PCVR串流 並且使用Quest 3開啟120Hz VR單眼解析度為3364x3520 同時要注意一件事情 VR它會自動開啟垂直通步 是不可關閉的 接下來路由器為了確保串流的穩定性 我們則是使用ROG上一代的旗艦 在這次遊戲與VR測試之前 我必須先說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VR測試中 我們會帶著頭顯進行測試 頭部的稍微一些便宜 都有可能造成幀數的浮動 我們盡可能會保持同樣的路線 讓這次結果可以比較準確 而第二件事情 我們測試完之後會有一張總表 對於時間比較少的朋友 可以先去看看總表 但我們會建議看完所有測試內容 還能獲得比較正確的訊息 最後測試的部分 我們選擇兩款遊戲 絕地戰兵與魔物獵人歡野 作為一般向玩家的參考 而PCVR我們這次會以VR卷作為測試主軸 地圖我們選擇了五張地圖作為數據參考 第一張Vistance House 這張地圖非常多的物件還有粒子效果 也是蠻有挑戰性的一張地圖 第二張For Benchmark Only 這張地圖是我請一位 Unity相當厲害的朋友製作的地圖 用來測試CPU 第三張Avatar Museum 11 Avatar Museum 11 這張地圖是超多Avatar的一張地圖 我非常推薦新手朋友 如果要選擇自己的形象 可以來這邊參考 同時第四張是一張比較不可控的測試 也是比較多VR卻玩家的疑問 就是跳舞房 而為甚麼說是不可控的測試呢 因為跳舞房裡每次的人數 Avatar本身的優化 都可能會影響到實際的表現 而這個測試就是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第五張Loss Player Die 最後張地圖 這張是號稱顯卡殺手的地圖 為甚麼這樣子說 等等你看到測試就知道了 以上就是這次的測試內容 我們就直接開始進行測試 首先就從一般向玩家開始說起 魔物獵人幻野 它是一款相當吃重CPU的遊戲 在1080P最高畫質 以及關閉增生層的情況之下 相比於上一代 竟然可以跑出13%的差距 在1%肉也跑出了9%的差距 對於吃重CPU的環境之下 9950X3D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另外這代X3D終於可以超頻了 經過一番折騰 9950X3D最高的分數也來到了5萬分 這個CPU的實力真的蠻有料的 接下來絕地戰兵2 它是一款CPU與GPU都吃重的遊戲 而這個遊戲兩個CPU的差距其實並不大 在船上的時候 跑出平均差10幀 1%肉差7幀的成績 但有一定有趣的事情 在測試9950X3D的時候 可能還沒優化好 有一小段1%肉掉到剩80幾幀 遊玩的過程與在船上的情況其實差不多 但在1%肉兩顆CPU的差距 就有些微拉開了 差距來到將近10%左右 這代的架構改動真的讓9000系列提升了許多 再來我們就直接進入頻道的主軸 PCVR 首先VR的第一張圖 我們來到了Vistence Home 這張是一張早期圖 有許多地方沒有做優化 加上有很多需要物理運算與同步的物件 所以會造成不必要的運算資源浪費 而非常吃重CPU 在這個無優化的室內地圖 兩個CPU的差距其實並不大 在測試過程 平均底增比7950X3D高了13幀 但1%肉就只有僅提升1幀 接著for benchmark only 這張圖是模擬大量Udon 在運算的情況來讓電腦造成負荷 而Udon這東西簡單來說 就是VRQ所訂製的腳本 有大量的Udon運算的時候 對CPU的考驗也是相當之大 而這輪測試我們將Udon的數量設為4096 回圈數量為20次 隨著壓力增加也能看到幀數極速下降 最終平均幀數雖然沒有差距太多 但1%肉有顯著的進步 前兩張地圖也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 地圖要好好優化 不管再好的硬體也會敗在優化的拘束 下一張來到了AVATAR MUSIC11這張圖 有著大量的AVATAR的是 大量的AVATAR代表有大量的物件 也是對於CPU非常吃重的一張地圖 雖然作者已經做了大量的優化 但對於一些比較老或是低階的CPU來說 也是一張魔王等級的地圖 這兩顆CPU測試下來的平均幀 真的差距不大 同時9950X3D的最高幀也來到了117幀 快接近當前VR所能跑到的畫面最高幀數 同樣1%肉的浮動幅度相較於7950X3D小了許多 接下來也是這次的重頭戲 測試不可控的地圖 VR卻得跳舞反 很幸運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測試過程中剛好遇到相同人數的房間 也能更準確的告訴你差距 在同樣的人數情況下 測出來的數據 雖然看起來沒有太大的差距 但實際9950X3D在測試的時候 它的平均底增則是 7950X3D的頂增 並且1%肉最高也將近快到能晚的幀數 對於VR來說是一個比較好的體驗 最後一張地圖就不是測試CPU了 這就是要讓你們看看VR卻的恐怖 就算在5090 no spread也能把它炸乾 而這張地圖用了高解析度的材質 是一張完全吃重GPU的地圖 在這項測試 7950X3D只能跑到接近55幀的成績 但9950X3D則是跑到將近60幀的成績 雖然說這張圖是重度的GPU地圖 但9950X3D的高頻率 還是讓整體有一定幅度上的提升 順帶一提 這張地圖能讓5090跑碗峰值功耗600W 脫脫的一台微波爐 以上就是這次的測試內容 接下來總表的部分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按下暫停 進行觀看 這次測試下來肯定還是有一些朋友會有疑問 那剛好我們就來解答這個問題 我也有一些問題想問Richard 請問Richard 你這次測試下來的心得你覺得如何呢? 其實最沒有遇到到的是 7950X3D與9950X3D 這兩款都有著X3D功能的CPU 會在這遊戲上面有如此大的差距 畢竟我們原本所想的是說 在頻率上面的提升或許會帶來一些性能上面的改進 但沒有想到的是 在這個遊戲裡面提升會是如此巨大的 那原本我的升級意願也並不只是說 想要追求這一點點的性能提升 其實只是看上了它的散熱上面的改進 不過這可以算是預料之外的一個結果 剛才都有說到CPU如此吃重 我也蠻好奇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VR卻如此吃重 CPU與L3緩存? 其實有接觸過VR卻這款遊戲的朋友就會知道 在VR卻裡面它是有很多物件 然後跟很多的動物 例如像我現在的頭髮這些東西所著稱的世界 那儘管顯示卡非常非常擅長去著色 去顯示出這些東西來 不過在著色以前必須要先有一個框架 它才能進行著色 而這些框架是由CPU來做決定的 那CPU在運算這些框架的時候 就會有面臨到一些吞吐上面的瓶頸 那這也是為什麼升級CPU之後 可以在這遊戲裡面帶來很大的收益 原因就在這 之外L3上面 畢竟它是一個極大吞吐量的一個世界 所以L3就在這之中 變成了一個小小的蓄水池 它可以去調和這些調度上面 然後跟傳輸上面的瓶頸問題 所以L3在這遊戲裡面也相對的是重要的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剛才都說了 VR雀如此的吃重CPU 那麼我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今天是一個新手玩家 或者是一個需要升級的V雀玩家來說的話 你會推薦什麼CPU與顯卡來玩VR雀呢? 其實任何帶有X3D尾追的CPU 都是蠻值得被推薦的 無論是回到過去的5800X3D 又或者現在最新的9800X3D 甚至於9950X3D 他們都是值得被推薦的 畢竟他們都有著巨大的L3換存 這些都有著剛剛所說的這些優勢 另外有顯卡部分的話 核心的性能當然是至關重要的 不過在VR雀這個世界中 顯存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具代表性的一個指標 因為我們這些貼圖還有這些世界的材質 都會需要先加載到顯存裡面 那你的顯存如果不夠大的話 它就會很容易去把盾或是什麼之類的 畢竟裝不下這就是裝不下 比較沒有辦法的事情就在這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去挑在能力所及範圍內 盡量大顯存 然後核心又不會太老舊的顯卡 那我個人推薦 3060或許會是一個不錯的平衡點 那剛才都有說到9950X3D了 Richard你是不是在測試的過程中 有遇到一些很奇妙的小狀況呢 可以分享給觀眾聽嗎 確實 那像AMD早在非常久以前 就是3950X的那個年代 他們引入了就是一個IO帶 兩個CCD帶的這個設計 那直到了7000系列 由於終於有一個 這個CCD是有著X3D功能的 另外CCD是沒有的 這樣的設計出現以後 就開始有著一些調度上的問題 畢竟VR卻或是VR遊戲都算是有點小眾 所以在優化上面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即時 在測試中就有發現到說 偶爾會在某些特定情況 遊戲會跑錯CCD 導致在 VR卻被運行在沒有X3D的功能的核心上 那當然也透過一些手段 讓它強制的跑在有X3D的CCD上面 不過這個應該就可以等下一次 我們再好好細掉這件事情 而對於CCD跑錯這個問題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期待一下我們下一部影片 我們正在製作這個相關的議題了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7950X3D 對決9950X3D的評測 第一次製作效能評測的內容 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 也請各位朋友多多見諒 如果我們哪裏說錯遺漏建議 或者是討論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在這邊也可以預告一下 我們正在開發一個Q3的套件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訂閱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不喜歡 點個喜歡訂閱以及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